女人被当街绑架当试验品 蒙面人用沾了迷药的手帕将她迷晕 绑住她的手脚送去研究基地 等女人醒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狗舌 还被用狗链子锁着 铁链及其牢固根本扯不断 她爬上狗窝的墙呼救 但这里空空荡荡 压根没人理她 此时她还不知道 这是一项怪异变态的行为实验 把人当狗养 如果反抗就要被电击 以此观察人的反应 第二天 一个工作人员来了 她一言不发 只是把一盘吃的放在地上 安娜想问问情况 对方却一句话都不让她多说 安娜端起那盘吃的看了看 发现这是狗粮泡水 安娜才不吃这玩意儿 她想用绝食抗议 不仅没人理她 第二天工作人员还又端来一盘 看到昨天的狗粮原封不动 她把两盘都带走了 作为狗狗不听话的惩罚 安娜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又过了一天 安娜决定暂时忘记自己是人这件事 可是她想吃狗粮 工作人员也想逗狗 她把狗粮放得老远 铁链长度有限 安娜使劲伸长了手也拿不到 好在她有一双大长腿 总算是用脚趾勾住了盘子 安娜抓起狗粮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吃饱喝足后就想搞事情 她用盘子使劲敲墙 想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 但还没把人引来 她就觉得头晕目眩 原来狗粮里加了镇定计 专防她这种爱拆家的狗狗 安娜倒头就睡 第二天的饭点也没醒 工作人员直接上脚踩 一点反应也没有 于是把她带去了一个空房间 拿水管往她身上喷凉水 冰凉的水终于把安娜惊醒 她一下子窜起来 刚骂了一句王德发 水管就对准了她的脸 被暴力清洗后 安娜又被送回了狗舍 她浑身湿漉漉的 晚上的小风一吹那叫一个酸爽 安娜只能努力蜷缩起来 贴着小泼垫子取暖 第二天安娜得到了放风的机会 但活动范围也只有一个小院子 被高高的铁网围了起来 工作人员在广播里告诉她 只准走动不能跑步 安娜邪魅一笑 把腿就开始跑 每两步项圈突然开始收紧 她强撑着窒息的感觉 跑到了铁网前 但手一碰上网她就晕倒了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手掌留下了烧伤 原来那网通了电 突然 她听见了男人的声音 是新来的实验品 男人的狗窝离安娜很远 虽然看不见脸 但不影响他们聊天 男人说自己叫亚当 是今天刚被逮来的 安娜对亚当的好感来得莫名其妙 她的手指在地上画着圈圈 安娜连忙探头去看 两人终于看见了对方的脸 但他们还没说几句 工作人员又来发狗粮了 安娜实施误者为俊杰 端起狗碗就吃 亚当让安娜住口 这根本就不是人吃的东西 还被加了料 不吃才能保持清醒 亚当还往狗粮上吐口水 这一下就招来了工作人员 全副武装的男人走向亚当 用电机棍把他折磨得不停惨叫 第二天 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窝挪进了 他们可以近距离聊天了 亚当饿得头昏眼花 安娜便主动和他聊天 让他尽量保持清醒 两人聊起了各自的家庭背景 在安娜的口中 他的父母重男轻女 两个哥哥从小就欺负他 可是他一直保持乐观坚强 即使遭遇这样的无望之灾也一样 亚当因此对他产生了好感 终于到了饭点 安娜二话不说拿狗粮就吃 在他的劝说和肚子的抗议下 来尝了两口 意外的发现味道非常不错 吃饱喝足加上镇定剂作用 安娜很快就再次昏迷 但他做起了春天的梦 主人公就是他和亚当 安娜回味无穷 睡醒后脸上还带着甜蜜的笑容 而且这一次之后 两人之间只有一墙之隔了 亚当主动提出想要逃跑 还伸手检查安娜的项圈 近距离接触让他忍不住小路乱撞 亚当说自己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但还没说出理 工作人员却又出现了 阻止他们继续交谈 亚当吃过教训 老实缩了回去 安娜探出头还想继续说 工作人员按下开关 安娜的项圈又开始收紧 他晕了过去 在两人熟睡之时 送饭的人又来了 亚当突然一把将送饭的人拽打 然后捡起盘子对着他脑袋上拍 直到对方晕过去 亚当从他身上拿出钥匙 解开自己和安娜的项圈 准备和他一起逃走 但就在他转身之后 安娜猛地用盘子拍晕了他 然后对着监控叫人 极端的行为实验把人当狗训养 实验体全部靠绑架 两个实验体找到机会逃跑 男人却被同伴安娜被刺 因为他就是项目的负责人 而且早就单方面认识了亚当 并且一直暗恋他 这也是他来自找苦吃的原因 他想借这个机会接近亚当 和他培养感情 安娜还有两个助手 男助手是多年好友乔治 女助手是他的好闺蜜 助手们觉得亚当是个麻烦 很可能会影响整个实验 想让安娜把人放了 但他一意孤行 毕竟亚当已经对他产生了好感 胜利就在前方了 两人拗不过安娜 又把他送回了狗舍 昏迷的亚当也被送了回来 想到可以继续过二狗世界 安娜忍不住露出甜蜜的笑容 因为药物作用 亚当的记忆有些模糊 安娜说他是因为狗粮里的药物 所以产生了幻觉 他从来没有抢到钥匙 看着颜知凿凿的安娜 亚当相信了 第二天 两人都得到了放风的机会 他们在那个小院子里散步 小声聊着天 他们发现今天铁网没有通电 亚当要再试一次逃跑 安娜当然不会拒绝 两人翻过铁网 还没跑几步项圈开始收紧 安娜先一步倒下 亚当本有机会继续跑 但他看着安娜犹豫了 最终还是舍不得丢下他 与安娜手牵手倒在一起 亚当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桌子上 手脚都被牢牢束缚 研究人员已经举起了针管 里面装着不明药物 不顾亚当拼命地挣扎求饶 研究员给他注射了药物 很快 亚当痛苦地在病床上抽搐 最终硬生生痛晕了过去 安娜也被绑在了桌子上 乔治也给他注射了药剂 但显然和亚当的不是同一种 安娜并没有感到疼痛 而是进入了春天的梦境 再次与梦中的亚当共赴云云 苏醒后 安娜觉得亚当愿意回头救他 说明攻略已经成功了 他让助手过两天故意放他们走 然后他就能亚当修成正果 闺蜜对这个恋爱脑没有一点办法 发现最近的监控经常莫名断开 监控里实验体的反应也太过激烈 乔治却说只是网络问题 自己给实验体注射的也只是镇定剂 这显然是有猫腻 闺蜜意识到实验已经失去了控制 他先通知了学校的督导教授 却发现了对方血肉模糊的尸体 闺蜜想要报警 却被乔治发现了 二话不说直接给他来了一针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 对面还坐着亚当 原来他和安娜正打算按计划逃走 乔治却没有按安娜的要求放水 而是把他们双双逮住 因为乔治一直暗恋安娜 怎么可能真的让他们双速双飞 事已至此 闺蜜将研究和盘拖出 还说出了安娜的全部计划 亚当简直难以置信 他以为的患难之交 结果是个偏执的老变态 还是让他沦落至此的幕后真凶 安娜在监控室目睹了他们的对话 疯狂地问候起闺蜜的足谷 我拿心教你 你拿尿教我是吧 卖队友你有一手的 此时乔治走了进来 柔情密意地说给他准备了礼物 舔狗抓来女神的二百多个前男友 全都带上狗链子关进狗舍 希望借此讨女神的欢心 乔治当着众多老前辈的面 在安娜面前单膝下跪 深情款款地表白 他为了安娜可以做任何事 别说是抓前男友 他甚至为了安娜杀了督导教授 安娜不仅没答应他 还嘲弄地说你一直活灵活现的 我只把你当姐妹 乔治属于攻击性舔狗 舔不到要咬人的 他觉得安娜之所以对他不屑一顾 都是因为他迷恋亚当 只要那个男人死了就行了 乔治把安娜带去地下室 亚当和闺蜜就在里面 然后递给他一个平板 上面有亚当和闺蜜两个选项 他只能二选一 让一个人活下去 安娜表示这还用想 毫不犹豫地就让闺蜜去死 但亚当的项圈却开始收紧 乔治得意地笑出了声 他早就猜到了安娜会这么选择 安娜发现被耍 气急败坏地骂乔治无耻 但是眼看亚当要领盒饭了 他只能软下态度 求乔治放人 为此他可以满足他的任何要求 哪怕是奉上他自己 乔治却说他已经不在乎了 他想要的东西已经都得到了 原来安娜被注射麻醉剂后做的美梦 是真实发生过 但合作伙伴并不是亚当 而是乔治 安娜只能眼睁睁看着亚当死在他面前 但乔治还没有完进行 他重新把平板递给安娜 这次上面只有一个选项 按下去就能杀掉那二百多个前男友 安娜被激怒了 他绝不让乔治如愿 安娜在平板上找到自己的项圈开关 毫不犹豫按下去 乔治迅速打掉平板 但已经来不及了 安娜的项圈迅速开始收紧 乔治连忙帮他解下来 趁机给他做个人工呼吸 但安娜狠狠咬住他的嘴唇 趁着乔治吃痛 安娜解开手上的束缚 然后对着乔治又是一拳 接着又救下闺蜜 拽着他朝外面飞奔 安娜跑进实验室 已经没有别的退路了 乔治用棍子把他抵在墙上 关键时刻 躲在帘子后的闺蜜抓住时机 一棒子将乔治打晕 他们把乔治绑在桌子上 给他带上窒息项圈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安娜还不解气 他拿起手臂粗的棍子 扑斥一身给乔治开了后门 闺蜜说这太残暴了 他别过脸不忍心看 谁料安娜趁他不备 一棒打在他的脸上 他可没忘记 闺蜜告诉亚当真相的事 虽然自己也算被闺蜜救了命 但一马归一马 他没了男友 那闺蜜就得没了命 安娜和闺蜜互换装束 一把火点燃了实验基地 独自一人潇洒离去